美国这些年的军事发展都有一个目标,就是保证自己能够在短短的一小时内打遍全面。 现在各个国家都不允许使用核武器了,美国认为一旦他们具备了这种快速打击能力,那么将会是比核武器还要厉害的存在。 为了达到这个目标,美国除了在大力发展高潮因素武器的同时,也在世界各地建立了很多军事基地。 按道理来说,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能够容忍自己的国家里面有其他国家的军队,只是对主权的侵犯,但是美国有的是方法让对方同意。 美国有这么一个军事基地,距离我们非常近,如果乘坐飞机,路程只需要20分钟,这个基地就是冲绳岛上的家手的基地。 日本在二战战略之后,美国就派遣军队,驻驾到了日本岛上。 对于日本来说,他们自然是不愿意的,日本想要发展自己的军事,必然要摆脱美国的控制。 但是美国不可能同意的,美国曾经多次威胁日本要撤军,但是自己根本就舍不得这样做。 这个军事基地的面积只有1208平方公里。 但是美军是在上面,建立了41个秘密的基地,上面隐藏多少军事力量,我们至今也不知道。 图片军,如有,请联系删除。 谢谢,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